我呢 平时不太爱照相 但这张例外 因为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是我和我的两个助手 排出了大大小小的八大装置 29枚 这成为我22年 排报工作当中 一天排出八大装置的时候 最多的 跑到现场也是最多的 所以我就特意拍了一张 有了一个记忆 排报呢 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 稍有不慎 就会危急生命 对于排报手来说呢 在这个每次执行这个排报任务 都是这个脚踏生死的 只要我这个穿上排报服的那一刻 就要求我 必须冷静 必须专业 必须用最严谨 和最有效的方法 将这个炸弹排除掉 目前呢 反恐的形势 依然非常严峻 我和战友们呢 时刻都不敢放松警惕 汉美人民生活的安宁呢 靠哪一个人的力量 是不够的 我会在特兰系主任的这个岗位上 为培养更多的反恐特兰人才 而努力的工作 排报手的工作 绝不像影视剧当中 捡红线还是捡蓝线 那么简单 这是个特殊而又高位的职业 危险到保险公司 都会将他们拒之门外 对于他们 每一次启程 都是危险将至 背负一切 生死一年 面对犯罪分子的赌局 赢了可以平安回家 输了后果不堪设想 而我们今天 故事的主任公孙博祥 就是因为既能登堂授课 又能在一线排报的 全能教员 好 现在呢 就是我们给你一个情况 这个爆炸装置呢 是一个反移动的 一个爆炸装置 但是呢 这个爆炸装置又能移动 有一定的穷鞋角度 排报杆呢 是转移不了的 现在需要你对该爆炸装置 现在需要你对该爆炸装置 进行徒手 转移到安全地带 手工排除处置 刚才在下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 然后爆炸一下来爆炸装置 电了一下 想了你已经牺牲了知道吗 是 跟你情况下 这个爆炸装置 是一个反开启的 一个爆炸装置 你看你怎么对他 这些手工排除 排爆中任何一个细微的错误动作 都可能将排爆手推向死亡 所以孙伯祥尽力使受训对象 体会真实的爆炸过程 那么 如果这是一枚真实的爆炸装置 证明学员已经牺牲过两次了 作为排爆手 首先要掌握制作定时 延时遥控等炸弹的技能 摸清常见爆炸装置的 内部结构即兴能 无论是黑火药还是TNT 消炎炸药 都要熟知他们的脾气 训练自己的就是 用什么样的技术 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把这个爆炸装置 有效地给它分解了 拆除了 因为犯罪分子的性格 知识水平 制作环境各不相同 做出的爆炸装置也不尽相同 孙伯祥从事排爆教学二十多年 执行过很多次搜排爆任务 和重大活动的安检任务 而最让他刻骨铭心的 还是在部队待置期间 执行的一次排爆任务 当时一伙暴徒冲撞当地办公大楼 公安果断处置 事后发现现场有三枚 未引爆的爆炸装置 如何排除成为当务之急 当时孙伯祥被紧急调往现场 指导炸弹拆除 这个事刚才是我的学生在那边处置 他没把握 一出现过被枪打的爆炸装置 后来又炸的情况 被枪打过的爆炸装置 他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爆炸装置又响了 75 对于现场留下的三枚未爆装置 排爆手处置了其中的两枚 却在处置第三枚时 发现爆炸装置被子弹打中过 不敢轻易拆除 我到了现场以后 我就是跟着我那个学生 我跟他指导一下 我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你应该怎么去处置 怎么弄 然后他就侦察一下 排爆X光机可以准确地看清爆炸物的内部构造 气爆装置 炸药成分 降低排爆手的生命危险 然而每一枚未爆的炸弹 或者不明爆炸装置的稳定性 都是无法预测的 生死并不能完全被排爆手所掌控 好了之后他说可能还是难度很大 我说那不行就过来吧 这样的话我就换上排爆服 我就上去了 被子弹击中的爆炸装置 位于办公楼内 被压在门框 碎玻璃和砖块下面 排爆手操作排爆机器人 排爆机械臂等多种方式 都未能成功拆除 只能采取最危险的人工排爆 因为它漏了一部分在外边 漏的部分看得见比枪击过的 所以这样呢 就是只能看到这个 其他地方是看不见的 孙伯祥首先将爆炸装置上的 碎块挪开 接着拆出爆炸装置的点火开关 这是拆弹过程中 风险系数最高的一步操作 稍有不慎就会引爆炸弹 35公斤重的排爆服 看似坚不可摧 却只能在一米开外 抵挡一定爆炸产生的杀伤力 从国内外一些失败的排爆任务来看 一旦遇到专业级爆炸装置爆炸 排爆服也只能保证排爆手 留有权势 这是孙伯祥从业以来风险最高的一次排爆 通常情况下 点火开关被拆除后 炸弹也就解除了危险 但被子弹击中的这枚炸弹 却依然存在爆炸的可能 孙伯祥小心翼翼地将炸弹放入防爆罐中 转移到预先设置的引爆点 就在大家觉得任务已经圆满完成的时候 孙伯祥却提出要解剖这枚炸弹 当时就是为了想研究它 它制作的工艺 制作的手法 很多人当时说 想没想过老婆孩子 哪有什么老婆孩子 面对那个东西就是想着 这个犯罪犯罪是怎么做的 你怎么我怎么才能把它拆掉 就是这个 没有别的 但是干完这个活下来 那真是好怕 这说实话 这个时候会想 家里边怎么弄啊 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真正一到那种作战的状态 没有这么多的想法 而在这次危险的经历之后 孙伯祥又指导排除了数十个爆炸装置 每次都出色地完成的任务 排豹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 稍有不慎 就会危急生命 对于排豹手来说 在每次执行排豹任务 都是脚踏生死门 目前呢 反恐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我和战友们呢 时刻都不敢放松警惕 捍卫人民生活的安宁呢 靠哪一个人的力量 是不够的 我会在特兰系主任的这个岗位上 为培养更多的反恐特兰人才 而努力的工作 一年的待职工作结束之后 孙伯祥回到了武警特警学院 重新站在了自己的三次讲台上 之前那段惊心动魄的排豹经历 学生们只有在上爆炸装置类型课的时候 才能听到详细的过程讲解 而除此之外 孙伯祥从不轻易向别人讲述那段经历 因为他甚至除了丰富的知识和处置经验 排豹手更需要保持波澜不惊的心态 而这样的心态 也是孙伯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培养起来的 武警特警学院组建之初 是一支一队一校 对校合一的军事院校 主要担负反恐怖作战和人才培养的任务 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反恐怖特充部队 被世界特种警察誉为东方反恐禁令 孙伯祥当教员前是该学院的一名特战队员 分队战术 勤拿格斗 射击等各项素质都很优秀 尤其排豹专业技能 更是整个特战队的佼佼者 他不仅是同届学员中 第一个当上主排豹手的队员 还是第一个执行排豹任务的队员 更让孙伯祥引以为好的是 2001年 他被学校考核选拔为最年轻的爆破教员 担任教员后 孙伯祥就授领了一项研究爆破防盗门和墙壁的任务 正是这次任务给他的额头上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 画面中的装置就是水利破门装置 他的特点是便于携带 易于操作 定向爆破效果好 极大的缩短了特战队员 发起攻击的时间 目前在实战应用中有着明显的优势 最近的1.5米都没问题 我突击的员都不会受伤 不管是他的这个爆炸冲击波 还有这个爆炸产物 还有爆炸的噪音 对我的突击的员都不会伤 所以现在我们就解决了破门突入 破窗突入 突击的员站位的问题 如果你要把这个门炸开 突击的员站到十几米以外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把门打开了 你突击的员从十几米以外跑进来 你的战机都没了 所以我突击的员就在门边上 门一打开我瞬间就进去了 这就起到了瞬间之敌的目的 可当年在研制破门装置的时候 孙伯祥急于求成 缺乏必要的耐心 其实细节决离命运 台报更注重细节 往往有一个小的东西 你不注意可能你的生命就完蛋了 为什么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由于粗心大意 孙伯祥在试验过程中 低估了环境温度 对炸药威力的影响 意外的爆炸 导致破碎的弹片 飞向了他的额头 他受伤很幸运 这两个弹片 一个从这儿进去 一个从这儿进去 把底的开关给他封闭了 这件事不仅在孙伯祥的身体上 留下了印记 更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 从那以后 他始终让自己保持着 一种不急不躁 沉稳冷静的心态 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作为军人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你只有不同的义务 升任学校特战系主任后 孙伯祥更加注重培养学员的实战能力 在他看来 自己培养的每一名学员 都应该成为独当一面的战斗员 这是武警特警学院不久前组织的一次野营拉链 所有的训练内容都是由孙伯祥亲自设置 学员们在完成射击 搏击 营救人质 排报等科目时 还要面对一些全新的挑战 对于女孩子来说 往脸上磨 其实心理上不太能够承受住 她说战场上不需要女人 然后说不想磨就不强求了 好 来 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孝心是 忠诚 勇敢 发现 报现 每个人都是 我专门就是弄积血 每个人说自己脸上磨 而且让积血必须要干了 让他自己去闻那种血腥味 再可能磨到脸上去看了之后 你磨得慢脸是血 我也磨得慢脸是血 我看到你慢脸是血 你看到我慢脸是血 等你对这种血的那种感觉之后 我见过 心理上就不惧怕了 在孙伯祥的带领下 这项培养血腥的训练内容 已经成为学员们的地训科目 一定要把训练场当战场 其实是我们不要老说训练场 哪来的训练场 经过特警四年的专业培训 他出去就和部队就能接轨 就能对接 随着任务的不断转变 武警特警学院 已经成为一所专门培养反恐特战 侦察指挥人才的高等院校 孙伯祥以十不我代的紧迫感 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立志要在特战系主任的岗位上 培育出更多的特战精英 很多特警排报队都有一个传统 就是当排报手穿上排报服 走向可疑爆炸物之前 都要为他们拍一张照片 一方不测 孙伯祥说 如今自己最大的欣慰和愿望 就是每次都能够看到学生们 在排报一线 顺利完成任务 而没有丝毫伤亡的一张照片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距离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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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